蕭文哥第一年開始有他們家開始招收的過程 然後他就是作出的班子 玉華其實他們家住在新竹 然後他就是 他後來已經變成二哥家 我覺得很像親人 對啊 聽說他如果要來 他就是常常會來找 很像說回家這樣 但我也很喜歡 就是玉華他每次說 你說很神奇的是我們好像常在 有時候跑到美濃海遇到他 真的是很神奇的是 然後他就會跟我說 我好久沒有葵共揚 然後我聽到那個葵共揚 其實我自己都會覺得說 好像好感動啊 那種感覺啊 然後他就真的說是把二哥嫂 就是要當他們家真的是親人了 那其實我們在設計合夥人 這個制度的時候 其實就很希望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些朋友 最後其實很像跟這農家 其實不是那個一年三次見面的關係 而是一個很 真的已經變成親人 然後朋友 然後可以常常聯絡 然後會互相關係 那樣子的關係 那所以我們就請玉華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 謝謝 那個我一開始 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養牛 那他是個畫畫的 但是他有一個夢想就是 想要恢復台灣的牛根 那後來他就養了幾匹牛 開始找了一些田 就是在新竹的水牛群 他有皮特 那其實我是先認識他 他是我女兒的畫畫老師 然後 後來我女兒有機會 接觸到水牛之後 然後我就在想說 有沒有 有沒有台灣有沒有人是 有在牛根 然後就是想要去認識 其實後來就Google了之後 就看到共饒水地田的網頁 然後再加上他竟然跟我 那個時候一直有一種 就是對於李三倉意這四個字的 弱形 那我覺得是很不可思議 好像是就是 兩個美夢同時稱真 那種見達出期待一樣 所以我後來就是 然後其實在很 還不是很了解狀況的時候 我就報名合夥了 然後就很順利的 就是也 反正後來就是有 有成為合夥人 然後來了之後 就發現說 甚至比我原來想像的還要好 除了這裡的環境是真的很乾淨 然後他對於整個生態的 恢復跟保存 我覺得那個是我看到的是 最難的地方 然後我也看到了 後面的那些推手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 然後 但是為什麼會這麼喜歡這裡 就是除了這裡的環境 那我覺得人其實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 我覺得像是二哥跟二嫂 真的都對我們非常的好 然後 我也真的覺得這裡 就是每次來了之後 都覺得是那個 回家的感覺 然後 就是 然後前幾天啊 就是我 反正我就是 有時候會膽上給二嫂嘛 就是我想要來的時候 他就會跟我說 就是 他就有點類似說 啊 你什麼事 我回來回來 其實二嫂 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那時候聽到 眼淚都會流下來 那種感覺 我覺得 有一個地方是你可以跟土地跟人 建立連結 是很難的 那尤其是這個地方 真的是 但是我覺得就是 大家以後如果有機會 不管是用任何的型態 就是 剛剛文翠講的 任何型態 或者是上來走走 就是更清楚這個 整個系統的 難得與可貴 跟他的 維持下去的那個 困難的程度 你就會對這裡的人 跟地跟物 都會更有一種感恩的心情 然後我一定要講的就是 因為我女兒就是 已經來這裡種了 種了那個 他對於自己參與過 勞動的那個甜米啊 他就會非常的自豪 他就常常 因為我們還 我有很多農夫朋友 比如說會送牛米 或者是我們會自己出去買米 他就會說 我們共聊水體驗的米 是天下第一好吃 這是真的 所以 就是 覺得 可以來到這裡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謝謝 我小三年級 所以他剛來的時候 是一年級 對 那都還是願意跟人 不會說 這時候都比較不想跟媽媽 現在還好 自己在這個地方 很有心 對啊 像我女兒現在來這裡 就 不用管她 她就會怪自己 跑上去 再跑下來 就是她對這裡 她們現在人在外面 或是 她的 妳 就是她們 遇配了 遇中華民主婦 就是和遇 合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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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